那我們去那邊 其實這個車上導遊就很認真的說 不要喝這裡的水 他就說你如果要喝水 你用瓶裝水 然後那個甘蔗汁 因為這甘蔗一整根 然後放在地上 吸著地上的泥巴水 所以它榨成汁你也不要喝 你以為是甘蔗汁 可是很熱啊 怎麼辦 真的都不要喝 就是喝瓶裝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認真 我喝瓶裝水之外 我想想 刷牙不安全 好 我連刷牙漱口 我都用瓶裝水漱口 非常謹慎 所以我非常非常小心 結果到了要離開的倒數第二天 開始拉肚子了 後來才發現說 同團其他同事 也真的都在拉 全部都在拉 大家想一想才發現說 已經到了要回去了 然後工作辛苦 好難想像一整團的醫師 但一整團醫師都在拉肚子 原來大家想說辛苦工作 一整天不喝個啤酒不行 啤酒是封口的 啤酒是瓶裝的 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沒有冰塊 就覺得不像喝瓶瓶酒 對 冰不行 那時候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老闆來 冰塊過來就加了 原來那個 他們當地的水做的 那一堆人就開始在那邊搶廁所 廁所真的沒幾間 我就趕快說拜託 那個導遊如果我想上廁所 真的等不到廁所的時候 要怎麼辦 對啊 那導遊就直著旁邊 沒有遮掩物 我說我還不大習慣讓人家看到我的屁股 他說你不是有圍巾嗎 我忽然想到了 剛去的第一天 他們有設了一個歡迎的晚宴 歡迎的晚宴 就拿一條圍巾套在你的脖子上 我當時心裡面想說 拜託這個地方這麼熱 怎麼會有送我圍巾 這到底是幹嘛的 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們路上 蹲在地上上廁所的時候 可以用圍巾圍住 就在那邊上廁所 那個的功用就是這個 那怎麼擦啊 對啊 還是圍巾也可以擦 沒有 正常應該要用衛生紙 所以這是很特別的經驗 那邊跟我們的風 那個習俗不太一樣 我是去尼泊爾 也是液疹的這個團 那我們有同團的 另外一個女醫師 那他就是 他那天也是跟著我們這樣一起去 結果不小心就 不知道為什麼就扭到腰了 那扭到腰 其實他自己是醫師 他也知道要怎麼做處理 但是因為我們醫療團的這個藥物 它是有限制的 所以我們不可能拿來治療自己的醫師 因為這種情況的話 其實都已經算好好的 如果再來治療你其實不太夠 我就把我的臣藥 我自己帶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好啦 吃給你這樣子 不然你沒有辦法工作也不行 對 然後結果他吃完了 竟然隔天就活蹦亂跳了 就不會再說 值不起腰來 沒有辦法工作 那他就對我超感謝的 他就說 謝謝妳把妳的藥分給我這樣子 我想知道 蕭醫師吃什麼藥 對啊 沒有 其實一般的消炎止痛 因為其實他只是扭到腰而已 很像的 很像的啦 給我們的製作人 誰是扭到腰 扭到都站不起來了 真的都站不直了 因為他只是一般像的而已 所以是一般消炎止痛就可以了啦 然後反正anyway 他就覺得他超感謝我 不然他這一趟行程 真的是覺得白來了 然後他就是 沿路上 只要好吃 好玩 好喝的 全部都是找我一起去啊 都買一份給我啊 還是什麼的 我就說 有點盛情難缺 我就沒有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過就一份藥而已嘛 結果後來呢 我們大家都很把重心 放在看診上面 結果呢 他其實是這一位小姐啊 他就說 問個導遊說 導遊 導遊 你們這裡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什麼名產 導遊說 我們有翻紅花 他就 翻紅花 這是個很名貴的東西 對 對 然後 一聽到有翻紅花 眼睛一亮 導遊妳帶我去 然後我就莫名其妙 被他拉去了 因為他好玩好吃的 都會帶我去嘛 然後拉去了之後呢 他就 看到說 哇 這樣子 大概我們那個SD卡 相機SD卡 小小一盒這樣 大概三到五克 他說 啊 才這麼便宜喔 他就把所有整間店的 全部都包下來 大概六十幾盒 才花了台幣 大概三萬多塊 因為我知道 那個小小的一盒 三到五克的翻紅花 可能就要十幾二十塊美金了 這個其實是滿貴的 結果他說 他花了三萬多塊台幣 他就是買下全部了 他就好開心喔 對啊 他就說 哇塞 我怎麼這麼地賺到 這裡果然是個天堂 然後就把一袋分給我 一袋大概二十幾個 我說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懂這個東西的價值 不是 我懂這個東西的價值 但是我不常料理 就是我不常做這種東西 所以我不太會去使用它 我就說沒關係 那我收下你的心情 我一盒就好了 然後呢 我就這樣子 我們兩個就很開心的 就要回家了 結果呢 這位小小姐 她也不知道發什麼神經 她隔了那天晚上 她就泡了一個泡麵 然後把翻紅花丟進去 泡麵加翻紅花 好啦 沒關係 他們想要試試看吧 對 然後她就是 煮一煮之後就 顏色開始退了 剩下裡面一條一條的塑膠絲 她搖一下 塑膠絲 它是個假貨 所以她竟然買到假貨 她就好生氣 好生氣 隔天就又拖著我 然後拖著導遊說 我要去那一家黑店 他們賣假貨給我 不管 我要去退貨 那還有她泡麵 有給她泡下去啊 不然她都會回家了 是還送給親朋好友 大家想說 這帶回來是什麼假貨 我覺得她這麼生氣 可能也是因為 她本來要塞給我了 對 她可能沒有面子吧 然後她一進去就 啪 就開門 老闆 妳這黑店 妳這給我亂賣東西 這假貨 然後她說不可能 我不可能賣假貨 反正兩個就是 一個說有 一個說沒有 然後兩個朝著 不可開交的時候 突然外面就來了 五個標形大漢 穿著那個泥彩的衣服 然後一進來就 拿著那個克爾庫安刀 還拿著長槍喔 他們有長槍 還有克爾庫安刀 這個不是當事人 因為我當下我也不敢拍照 後來我是 但是就是長這個樣子 對 就是大概 一群軍人這樣進來 就是軍人這樣 然後因為他們說 看到店裡面有人在吵架 所以他們就先 把克爾庫安刀這樣夾著 那是當地的警察嗎 他們是當地的傭兵 我後來問導遊才知道 他是當地的傭兵 要看到有人吵架 因為他們要維持治安 對 然後看到有人吵架 看到這兩個外國人 好 先架著那個 然後兩個克爾庫 所以你們兩個被架著 對 就架著 都不敢動 然後我說導遊 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導遊就說翻譯了一下 然後問了一下 他說沒有 他們是維持治安 看你們吵的 我說我沒有吵 可以先把我放開 他說好 這個小姐沒有吵 他就先把我放開 然後我這個同事來 就這樣被架著 然後他就再也不敢吵 然後沒有沒有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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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就算了 然後我們就趕快落荒而逃 所以就只能摸摸鼻子 被騙了三萬塊 對啊 他本來還覺得 他怎麼那麼幸運賺到 對啊 但算還好啦 反正就算了 算了還是一分錢一分貨 對 人平安就最重要 還有有時候就是在異地 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是很有經驗的醫生 然後就覺得說 什麼病我沒看過對不對 對 但有沒有說真的是在異地 遇到很特殊的診療經驗 我之前因為 大概九二一大地震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醫院的責任區是中療 那中療就是南投中療 剛好就是那個正央 所以還滿嚴重的 那大概第一批去的人 都是那種急診科 或者是說外科醫師 就創傷為主的 那因為大家都會累 所以第一批輪完以後 後來我們是大概第二批到第三批 就是說其他科的人就接續去 那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那事實上已經大概復原的 還都已經穩定了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會來這邊 譬如說換藥或看傷口 或者說有一些慢性病要拿藥 需要做診治這樣 或者說有突然的小感冒這樣為主 那我就記得有一個病人 就是那種算是老伯伯 那也有點像那種老兵那樣子 然後他進來的時候 就那個腳是臭味 那我們就想說那個很可憐 因為可能環境不好 然後沒有換藥 沒有做什麼處理 那都趕快把那個拆開 那那個傷口我拆開來的時候 發現裡面有稻草 然後也有那種泥巴 然後還有一些那種土灰 那些東西這樣 他說伯伯 你怎麼會這個裡面包這些東西 應該我們的醫生不是這樣包的 他就說 那個以前老兵教的 都是說用泥巴 那因為這個一個時間過了 也沒什麼泥巴 然後他就是那個 那邊的房子叫做土塊有沒有 就是那個土塊 然後就是那個什麼稻草 還是什麼去胡的那個 所以他把那個敲碎 然後就是塗在他的那個腳上 傷口 就是他認為說這些 可能有一些自然的抗生素 一些抗菌的礦物質 所以當然對傷口會比較好 那事實上這樣用 因為那個沒有消毒 然後叫他說 一直腳是很濕潤 所以 反而怕發炎感染 對 那後來我們就趕快把他做完清創以後 就趕快請救護車 把他送到山下的醫院去住院治療 然後打抗生素 那後來我們有在追蹤 就是說還好 就是說這個腳算整形外科 接手處理的還不錯 然後就是說腳也沒有結脂 也沒有什麼樣的處理 就還滿順利回來 對 所以就呼籲大家好 千萬不要用一些 對 可是可能他們資源比較少 對 我們那時候一天 因為小兒科醫生 大概兩三個醫生而已 所以我們一天可能要看 一兩百個小朋友 兩百個 一兩百個 但是我們在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一點點覺得 很奇怪 就是第一個孩子來說 頭暈想吐 第二個可能是肚子痛 喉嚨痛 十個裡面有八個九個 都跟你說 頭暈想吐 一邊看下去 一邊就覺得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會不會我們來這裡就發現了一個 當地的特殊疾病 每個孩子都跟你講 頭暈想吐 然後你再問他說 你昨天會暈嗎 沒有啊 每個人昨天都不暈 今天都暈都想吐 這麼奇怪 對 問來問去 好不容易 好幾個人 我陸陸續續把這些事情整理起來 我才發現說 原來事情是這樣子 他們在看完病之後 其實他們可以去領補給的物資 他們可以去領一些泡麵 那個衣服 然後有小玩具 所以他們的阿嬤都跟他說 你要去看病 你要去看喔 你看完會領小玩具喔 所以我一開始的念頭說 那講頭暈想吐的 應該是假的吧 對 可是其實我捨不得戳破他們 你想 在台灣這些小孩子 誰會為了一個小玩具 跑去那麼遠 只會為了不想上學 頭暈想吐 我也滿常用這個 我後來發現說 我腦袋裡面覺得 你可能是假的時候 我覺得我想錯了 他們每個人真的是頭暈想吐 還有一個真的吐了 這也太逼真了吧 而且這樣就不是為了泡麵 不是為了小餅 所以我後來才發現說 他們的確是為了後面的這些禮物 才來 沒錯 可是問題是 但也還是有真正不舒服的 因為他們那個各地村莊都很遠 對 所以他們的公車就是有點像貨車 然後每個小朋友上去 都沒得坐都是站著 站著 然後開車要開兩三個小時 那個 路都是這樣 哇塞 那誰不暈誰不想吐 這是爬山涉水來看醫生 一道路都很暈 每個人之前都不會頭暈想吐 可是就因為這個路途 就真的是頭暈想吐了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